来玩这玩意游戏 英雄实在太难了 哎 我可以一直派耶 掉落金币 我可以减美 释放必杀器 哦有点笑 麻烦保护我 黄盖 我那个是谁啊 看起来像诸葛亮 那我刚刚点的黄盖是什么东西 提升黄盖的能力是不是 扇行攻击啊 击败敌人后可以获取胜水 强力增援 强力增援 又多了一位了 大量敌人涌来 还算是不错啦 割草风味很浓的 军师 滑动 下一阶段 关卡4打Boss 是否选择生命上限 这什么 减10%的生命上限 应该没什么差吧 我有回复技能 蹦 好大一只它 关卡5 他已经变龙了 皇帝 龙王 放进人 世界被秒杀了 什么刘关章是不是要来的 扫及更多的伙伴 这样就算完成了 击败全球100%的玩家 到底有没有玩家玩啊 还是因为新手教学的关系 那给我看爽的 右下角的手套怎么像萨诺斯的手套 卡牌使用 提升 进行升级 5位 提高一包 看广告就有了 VIP1 或者是通关2次20就有了 4位 3位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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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や 5位 明镜需要您的转发 竟然放了 第十二关 所以我发现回血比较重要 你不派兵也无所谓 你回血就好了啊 而且一次只消耗15点 第十三 他总会有几关啊 十四 加攻速 来到15了哦 我觉得那些药水啊 你要召唤伙伴的时候 就是打Boss的时候再召唤就好了 毒蜘蛛 Boss了 Boss来了 轻松解决 总共有20关了 这游戏这样子没有加速真的不行了 这游戏为什么关卡要做到20关啊 你为什么不做 做个10关就好了啊 现在年轻人 还是上班族啊 怎么会受得了 对不对 你要准备个20关给他打 你当玩家的财富自由了 17 啊 打到20关就卸载了 我发现这个打太久了 守护 技能全放 19 他boss了 剩下回個血 敵人可以多一點嗎 像我放招式才有趕的 毒藤花 不只這樣子把兵派出來 你看把兵也派出來 派出來以後 全球20%玩家 這是老遊戲人嗎 怎麼差那麼多 靠北洋人按到廣告了 好了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拜拜 拜拜